我剛說過 在這一場加泰劇裡面 沒有一個人不是惡魔的幫兇 今天被虛擾欣妙 虛擾欣妙叫做合理 我也不是這個 他說他比較 因為這個是公開的歷史紀錄 我必須被過程 因為我第一時間 我覺得非常的丟臉 就是說 就是這個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對 段宜康去靈堂 有被拍到 送花送兩隊 送最貴 從頭呆到尾 不熟 段宜康有在跑紅白鐵嗎 段宜康 會接不熟的人接話嗎 小馬冒充那個 20年新潮流 他寫的文章都好帥 他一秒鐘都不是 他說 這個小馬 一秒鐘都不是 從此去年開始 我變成一個招謠中片之人 這是高嘉瑜 才給段宜康的訊息 到2020年11月4號 半八當天吃八當天黃 才可以段宜康的 高嘉瑜團 但我以為 沒有人這麼說 也沒有人冒充新潮流 確實是有人編造不當你 也有其他人證 能想像你度假後多生氣 那就是要你出手而已 冒充新潮流 不會有任何好處 我們在政壇雖然沒飲酒 但不會過種準事 相信你也有看到你的理 實情是如此跟你很清楚 沒有已讀喔 一年都要再沒有已讀喔 林秉書隨傳隨讀喔 打電話會接喔 如果不接 那個段宜康的截圖 最神秘最奧妙 最玄妙之處是 段宜康在網 沒接電話 他可以打到接為止 各位媒體同業 你們哪一個敢打給段宜康 打到接聽為止 輪到我本人啊 你聽到11月14號 你聽到短數 資訊完全不正確 因為我知道他不會阻 我看到MX 我知道他已經不會阻 正確內容 是新潮流做東西吧 在維州 統治會議 資料維州做吧 我不喜歡 新潮流 人盡皆知啊 真的 認識我都知道我不喜歡 不然這樣隊友 我會喜歡新潮流嘛 所以挖著統治也是難免 那一次是這樣的 就是開一個會議 我準備了40頁到60頁的資料 我有準備 結果來的官員全部 那個 搭送公車的 資料我準備 我練很生氣就是說 那那個 我們全部講解完之後 資料結束不要帶走 就跟新潮流 開會的方式一樣 結束不准帶走 這是我的努力 我的智慧 才會是我的心血 你們自己記錄好不好 新潮流早 不是什麼正面的智慧 沒有任何人說 自己是新潮流 或是冒生 沒有意義或好處 單純就是聽個人理解 能力有問題 轉述錯 連書寫得很冒懷 是他 你聽到實際應該很深心 但你聽到另輩子 這麼喜歡才是基於是 A42傷害人 一輩子都要被你莫名稱 還真的摔爆 我進來講 有被要求不能出來 公開博士 訊息我傳了電話 我打了你 不看結婚也不該把你的 對人永遠就是這樣 如果 正式證明我說過冒稱 我惡性惡意 我有名說 我有冒稱 我是20年經常人 我跪在中心盤樓門口 9天9夜不吃不喝 自覺生活 我從來沒有對段先生 那麼多年在外面 出入過一句惡意 公開場合 一句都沒有 對他的人品不是尊敬 我一直敬他一條 是一條漢子 他忽滅我 踐踏我 糟踏我 抹黑我 我們都傳訊禮給他了 對不對 我問我一句公道的嗎 這是漢子的作為嗎 段委員 段前委員 你的所作所為的禮品書 都會有錄下來 都會有錄下來 所以我才會說 真宗那是錄音筆吧 錄音筆如果在檢察官手裡 你或許還有些辦法 如果錄音筆不在檢察官手裡 恐怕 林秉書一輩子就是你的恐怖情人了 他叫你大哥一輩子 他出來了 他就是你大哥了 林秉書參加張宏志的辦理 主要不是 主要不是張宏志 可是跨縣市去吃飯 每一個賓客來賓作為 都有確定跨縣市吃飯 上市公司董事長 你的誠信如此 我到昨天都在幫你說話 我到昨天都在幫你說話 我說 事前輩林秉書 並沒有關係 我們也願意原諒 我剛說過 在這一場 加害劇裡面 沒有一個人是他主要 沒有一個人 不是惡魔的幫兇 過簽這個 聲明書是第二次的 第一次是在 六七月就做過 這次是第二次在爆打之後做 然後爆打之後做 他就 他就逼高教育在上火道 拿著那個 資牌書開的張照片 後來林秉書真的是 變態詳情的惡魔 他看有一些躺著 受很重的殺 在秉書 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真的這不是開玩笑的 就林秉書還在逼問他 小龍王是不是做了一個人心 他看已經做不出來說 是不是 高教育 這是不是你自願寫的 他已經講不出話 說 是 是這種 念願代人的影片 念願代人的影片 終於被掌握了 檢察官到現在不願意 對那個 虧字未膩 沒品為你動手 如果林秉書的悲分 是在李國張那邊 事前都已經給了很多資料 如果最後見面 白豆腐頭 就在李國張那邊 如果 他的悲分資料一份 就在李國張那邊 那邊 李國會 李國larını 李國神 李國曼 李其人 李國賀